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看电视剧 当看到打扮得很漂亮的女性角色时 她穿得好好看呀 你懂什么 穿成这样的 总不是啥正经女人 为什么呀 我觉得很好看呀 小孩子你不懂 我不懂的是什么 我对自己的穿衣 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 然而 我的穿着 经常和我父母的想法相违背 穿成这样 不像个好女孩 为什么我穿什么衣服 都要你们管 我就穿我想穿的不行吗 你是个女孩呀 你这么短的裙子 让别人怎么看你 他们又不了解我 为什么要评价我呢 好女孩不会这么穿的 那我这么穿就是坏女孩了吗 为什么要由衣服去决定呢 在学校 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 你这穿的是什么呀 你是来上学的吗 我穿的是衣服呀 有什么问题吗 你穿成这样 能好好学习吗 我穿什么衣服 和我学习有什么关系 学生就不该这么穿 长大后 当我看到街上 有穿着性感的女性时 还能听到 这女的穿成这样 要勾引谁呀 离她远一点 一看就不是什么证件人 裙子这么短 简直不要脸呀 当我看到网上 女性被害的案件 是网上的评论 她穿成这样 不是活该吗 她要穿的正常点 凶手也不会盯上她 裙子长短 是评判女性的标准吗 我看了 这位是什么评论 是什么评论 可以新评论